有一次我被叫帅哥 打死他老年是美女 因为我才来台湾的时候 我才知道自己是跨性别女性 以前以为自己是一个 0号的统性恋 然后喜欢扮女装 所以 其实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如果没有把自己逼自己 去快乐或者幸福的活着的话 我早就死掉了 我想要改变 因为当时真的觉得 这个性别的统是可以治疗的 他们不接受我们是他们的问题 大家记得做笔记 嗨 大家见过了好吗 欢迎到迪克太太 多迪卡 多迪卡 娘娘 有人知道你真正 泰文的名字是什么吗 应该知道吧 我书里面有写 会不会念是另外一回事 那你要不要示范一下 你有在人家面前示范吗 我是不要 因为每次教你们都不会念 你试试看我 来讲解蜜蜂沙头 你看还是不会念 所以每世间 白龙敌坏坏 对 那人家叫你小明 叫你什么 最近都叫娘娘 那泰国呢 泰国没什么朋友 原来才会到台湾 没有在泰国会叫那个胖子 那个嘟头 他们会直接这样子吗 因为你们叫陌生的 会叫帅哥美女 对不对 可是泰国人会把那个人的特质 直接叫出来 那个戴眼镜的 那个戴帽子的 那个粉红色衣服的 那要是你要叫我在泰国 你会讲 这个长头发的 那很多人会回头 之类的 就是泰国人会这样子叫人 陌生人 那很容易激怒的 这已经是我们的常态了 有一次我被叫帅哥 大家都是帅哥 大家都是帅哥 打死他了 两个是美女 怎么对 对对 你什么时候开始 觉得自己对自己的认同是美女的 哦 因为我才来台湾的时候 我才知道 自己是跨性别女性哦 以前以为自己是一个 零号的统性恋 然后喜欢扮女装 可是后来来台湾念书之后 我就会觉得 哦 原来其实性别跟自己的信息关 没有太大的关联 真正要回归到自己的 心理认同上面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什么 性别 所以其实他无关自己的信息关 对我来说 其实 小时候就会觉得 因为我读的是男校嘛 然后就会觉得那些 其他人很奇怪 为什么那些男生一定要去踢足球啊 把自己弄得很 脏流很多汗 那种 对男性的刻板印象那种 就是我很不喜欢 我自己喜欢 在冷气里面待着 然后玩那个家家酒 所以我是觉得别人 很奇怪 你觉得别人很奇怪 可是长大之后才发现 我才是那个别人眼中的奇怪 一般来讲 大家都会觉得 奇怪 我怎么好像跟其他人不一样 但你会觉得说 奇怪什么 大家才这么奇怪 你要想象一下 我是一个 完全不符合 社会大众审美的人嘛 从小时候 就是一个胖子啊 肉皮肤是黑黑的 那个长相 也不是大家所谓的 可爱的孩子那种 所以 其实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如果没有把自己 逼自己 去快乐或者幸福的活着 然后我脚就死掉了 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你有难过过 当然 人没有难过 那就不是人了 对就是那些男同学 或者什么 其他人 就是有点嘲笑你 之类的 这个胖子啊 这个娘娘腔啊 小时候 就是因为想要 制止他们 就是不想要他们 再继续这样讲你 有没有企图想要改变过自己 比如说人家说你胖 你就说那我减肥 你就不能再说我胖了 那比如说娘娘腔 那我就装的 跟你们一样 完全没有哦你知道吗 因为我自己使用的方法 就是他们眼中的缺点 我怎么去找他的 优点 这样 比如说就是 接受自己是胖子 因为我喜欢吃东西 喜欢吃很多东西 那 因为我 很享受吃东西的那个过程 所以我就会变胖 这很顺其自然 对或者 以前就会用那种 反 逻辑的思考 比如说 我胖是因为我有钱吃东西啊 那是蛮厉害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还是你的家人有鼓励你 然后跟你说 其实 像我小时候也很胖 然后我妈就会说 胖胖的很可爱啊 我听完都说好像也是 就有办法继续这样过日子 没有耶 这些事情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因为我爸我妈 他教育我们的方式 好像是放任式的 他们完全没有在管我们 要干嘛 在他们眼中就是 小孩子 能够独立是他们 最想要追求的事情 这样 所以这种事情 他们完全不会在管我们 所以你好像 没有 就是 可不可以接受自己的 这个问题 因为像 有些人比如说他发现 他成长过程中发现 他 非异性恋 就跟 普罗大众 或是一般的尝试 不一样 他们心中会有一个 煎熬的时期 觉得 我怎么会跟人家不一样 有哦 我是有 因为 当然有讲过嘛 我那个在泰国 我们的性别教育 是很缺乏的 然后接上一些 宗教的信仰 然后就是 可以解释一下吗 关于宗教信仰 泰国有一个说法 好像男性 一定要出家 爸妈 时候才可以拉着你的 那个 黄色的那个 布袋 上天堂 什么鬼之类的 当时那个教育 所以我以前 就会觉得 好我这样子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出家了 是个不孝顺的人 是因为这样你觉得 对 所以我有去跟妈妈说 我想要改变 因为当时真的觉得 这个性别认同是可以 治疗的 那时候你也这样觉得吗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去跟他们讲 然后 我妈 就带我去看心理医生 然后那个过程很荒谬 我就进去嘛 然后先让妈妈出去 那个医生就拿那个 木头的青蛙 然后有一个木棍 如果划到那个青蛙的背 它会有那个 这个哭哗哭哭的声声 他会在那边 哭哭哭 你是这样子多久啦 哭哭哭哭哭哭 你放轻松喔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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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是很常 蛤从沐浴 那什么意思啊 青蛙反к 那牧羽是要干什麽 就是可能想让我们放松 还是怎麽样 就在那边哭哭哭 我在那边 我会因为这个青蛙的 影响让我的性别有去改变 我不可能啊 所以我走出来之后呢 我就觉得算了 我没有到做任何的改变 然后他就叫妈妈进去 然后他就跟妈妈讲说 你要观察你的儿子 如果他有出现那个阴柔的动作 比如说那个小拇指 要起来啊 或者屁股扭动啊 要破分 一个星期之内 我们就来检讨说 会扣了几次 结果我回家 我就是没有在那个 隐藏自己的隐藏细致 我就真的别人一直 扭着扭着扭啊 所以第一天他就没办法观察了 因为我整天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扣的 那时候他就放弃了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因为 那个心理医生的关系 我就放弃治疗了 还好是因为有去看医生 就发现说这个是鬼车 所以也幸好你看得出来是鬼车 不然就是一直在那边 听那个母鱼的声音 对啊 就是那个 那个怎么可能嘛 那点醒 你不觉得声音点醒了你 点醒了我 就是我就是 娘娘枪 当然在学校那个人以类聚嘛 我们就是 在我们全部的男校里面 就会有一群 都跟我一样 比较阴柔的 而且我们学校多夸张 你知道吗 我们那个年级啊 一般 有十个班 一般大概有五十个人 就是娘娘枪的学生啊 大概有五十几个 十分之一啊 十分之一 对就可以组一个班了 所以我们就是没有很寂寞或者什么东西啊 感觉你在成长过程之中 因为有一些你觉得跟你比较像的朋友 所以没有很孤单 那这是朋友面 你会不会在乎你的家人 有没有办法完全接受这样子的你 不会哦 因为后来我就想通了嘛 首先我觉得 我们不能那么续脉肉化的跟爸妈沟通嘛 因为我们要想像 爸妈他是成长在一个 那么父权体制底下 跟异性恋爸权体制底下 让他们那么快速的去接受说 什么是跨性别 什么是同性恋 什么是幻性别 什么东西 其实我觉得他们搞不懂 对 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他们也是搞不懂我到底是什么性别 他们没有反对 对他们没有反对 可是像有些人 爸妈就很明显的反对你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想要听你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就 蛮能转念的人 如果今天你是在一个 爸妈没有办法接受 比如说你不是异性恋的状况 那你会怎么办 你会想要试图去说服他们跟他说 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还是说你就直接不管他们 其实很多人问我就是想要跟父母出柜 然后我就一直想说跟父母出柜有那么重要吗 因为我觉得其实啊 我们隐瞒父母的事情很多 你知道吗 不管是我们第一次偷他钱啊 我们在他的房间偷偷跟男朋友做爱啊 或者我们就是就是偷偷在他们睡觉的时候打手枪 其实我们隐瞒他们的事情非常多 不只是我们的性别认同而已 我讲真的喔 做人啊不要那么真实 讲真的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想 大家不要一直把你很真啊 你很什么东西看得那么 不要把它看成优点 对对 做人很简才是活得很快乐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跟自己的心理状态过不去啊 因为这个好像会变成跟你之后要建立的另外一个生活家庭有关 因为大家都要从原生家庭毕业嘛 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单一的事件 想要跟你的家人讲 当然第一个是为了要让家人觉得 你是无条件的被家人接受 不管你怎样都是被接受被爱的 有可能是这个 也有可能是他要带另外一半来见家长 但就只是因为性别是不是被家长认可的 没办法 以我自己的观点的话 如果我在成长在一个不接受非议性恋的儿子的话 其实我不会跟他们讲哦 你不会讲 我不会讲 然后理也不会理他们 不用特别去讲性别认同这一块啊 你的意思就是 反正就不要刻意去提 但是还是一样这样做家人 对对对对对对 我是觉得父母养好我们是他们的责任 对我来说 是 他们不接受我们是他们的问题哦 大家记得做笔记 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完全不是我们的错 那他们不想要聊 那我没有必要跟他们聊 针对父母这件事情 不仅止于性别认同 还有价值观 甚至是你们宗教有可能选不一样的 然后政党也可能逗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你在创造一个生命之前 你还没有办法营造出一个可以让自己的孩子 可以舒服的做自己 那真的完全是他们的问题 对我来说 我希望我希望我们这一代的家长 就可以让小孩真的做自己 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很清楚自己是谁 自己是什么样子 你也蛮清楚可能别人怎么看你 但是你不一定会在乎 那对于其他还跟自己不熟的人 你有什么可以跟他们讲 可是讲真的喔 我从来没有给过建议啊或者意见 你知道吗 因为我会觉得我是哪根冲啊 就是就是我的生命经验就真的只是属于我 那你的生命经验我怎么会知道这样 可是如果真的要问我要怎么办的话 我会觉得你不认识自己 那你就去认识自己啊 那你是怎么认识自己的 其实自我认同的建构 它是从差异开始的 不知道自己是谁 那你就要找出什么东西是绝对不是你的东西 跟它相对应的 那就可能是你自己咯 对我来说 比如说我是一个绝对不运动的人 之类的 那我不运动不是我自己 那很懒惰可能就是我自己了 之类的 我觉得这样的方法对我来说 那我觉得蛮有用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跟自己不熟的话 你可以先很确定的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 不是什么 不要什么 因为人比较清楚自己不要什么 对我来说 对对对 所以当你知道自己不要什么 那你就会这样可以慢慢思考 那所以你不要这些事情之外的 那几个事情是不是你想要的 刚刚就是一个很有用的建议啊 你可以先从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开始 然后慢慢的去建构自己心中的样子 关于这个我就想要问你了 自我就是分成别人怎么看你跟你自己怎么看你嘛 你会很在乎别人对你的评论吗 那个别人是你爱的人喔 不是你不认识的人 我会喔我会 因为我觉得人要进步 你一定要一直去跟不同的立想去碰撞 然后再重置跟组织新一个意义出来 那最近一次接受你爱的人的一个 你觉得很有建设性的评论是什么 呃...可能是... 把这段全部剪定了 就是说娘娘其实就是一直这样子 没有我在想到就是我的指导教授 当时呢我刚毕业本来要申请那个博伴 可是已经过了那个时间 然后疫情的关系又回不了泰国 然后在台湾又找不到工作 人他没有在生产东西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所以我就有在跟那个指导教授聊天说 我要怎么样啊 我要怎么办这样之类的 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我很排斥回来产志端 因为一开始我是做娱乐记者跟主持人嘛 在泰国我已经在产志端 这样...指导教授他就说其实啊 拍影片它是一种创业嘛 因为他说了这句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对我影响那么大 就是... 就是拍片它是一种创业 而不是纯粹只是回归到产志端而已 哦...原来他有另外一个层面可以去思考这样 所以我就开了一支影片就做那个... 去中立玩的那一支 哈哈哈... 大家好,我带大家来到中立 然后就再见了 那你有想要寻找世界上你的真爱这件事情吗? 我已经对真爱没有期待了 那你觉得真爱是什么? 我觉得真爱是什么? 真爱是个屁 哈哈哈... 真爱是没有,可是性爱是有 哈哈哈... 因为我非常清楚 我自己讲的不是社会大众审美公认的那个样子吗? 那你难道不相信有人就是会喜欢你的内在 所以想要跟你在一起吗? 内在是个屁 真的吗? 哈哈哈... 对啊,不然的话最好就有人爱我内在这么漂亮 哈哈哈... 我可能不知道别人这么像啦 可是以我自己的观点 我自己都喜欢帅哥了,你知道吗? 可是有人不一定很看长相啊 你觉得你对自己到底是有自信还是没自信?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哦 我不是 因为你会这样讲 你会直接假设别人 因为你的外在就不喜欢你 因为毕竟三十年了呢 也才三十年啊 我也是很多三十年都单身的人 而且你都已经是... 你是拜爱过的人才会讲的话 好讨厌哦 错编了 哈哈哈... 其实我承认了我是蛮怕爱情的 因为在高中的时候有喜欢过一个人 嗯... 然后那个感觉很愚蠢 就没有办法想像自己 在进入一个关系的时候会是什么模样 就没有去思考说喜欢什么样的条件的内在 纯粹就只是在欣赏外表而已 你照我一大圈来解释说 你只是看外表你根本不在乎人家的内在是什么 可是内在是什么东西啊 真的我有发现你可能对自己真的是没有什么自信 对我不是一个有自信的 虽然说在外表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你可以就是自嘲啊 你可以这样子很乐观去面对这些事情 可是不代表说你真正对你自己就觉得 我走出去别人就是会爱这样子的我 对对我觉得不要把胆自嘲的人 或者清楚自己的样貌的人跟自信画上等号 我觉得不一样 我可能对于自己的研究很有自信 可是我绝对不是一个对自己的外表很有自信 今天其实听了娘娘的故事啊 她也讲了要不要接受自己的过程 对我觉得台湾的教育真的帮助我很多 在这一方面 硕士班确实教会我很多 认识自己啊 我觉得人到老都不见得她会认识自己 对可是还好我又来台湾念书 我觉得活得不明不白是件很可惜的事情 如果今天真的就是画一个重点的话 其实就是娘娘说怎么认识自己 就是先找出那些你不是的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慢慢地描出自己的轮廓 而且人其实一直都在改变 现在你跟十年前自己你可能会觉得 怎么差这么多 可是她还是你 然后你要接受过去那个跟现在不太一样的你 还要接受你现在跟过去不一样的你 那我们谢谢娘娘你现在还有什么最后的话想要说跟大家分享的 我就想要趁你的流量 我没有流量我已经忘了 你真的打错这个算盘 不好意思 把你的观众吸到我的频道来 大家记得订阅一下 订阅一下娘娘的频道 好啦那今天就这样啦 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留言分享 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 谢谢收看 也请帮娘娘订阅一下 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